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分享红烧鱼的家常做法 准备一条鲁鱼处理干净,背上改十字划刀 刀扣不用太深,方便入味就行 太深了,做的时候容易碎 用其他鱼也可以 鲁鱼是基本没有小刺,老人孩子吃的时候更放心 要想味道更香,可以切配一点五花肉 先把皮去掉 可以选择偏肥一点的,切条后切成丁 切好以后先备用 准备一些香菇洗干净 横着切开,切条后切成丁 小葱一把洗干净,葱白切成段 切好跟香菇放一起 小葱叶切葱花,最后点缀的时候使用 切少量姜粒和蒜粒备用 全部准备好,下面开始烹饪 大火把锅烧热,加入油滑锅 热锅凉油,煎鱼不粘锅 油热以后倒油盆里,再加入凉的油 锅里撒一点盐,把鱼放进去 煎鱼用中小火,刚下锅不要翻动 先定一下形 基本定型后煎至一面金黄 在饭店里大多都是油炸 煎的话更适合大部分人操作 不只是定型,也可以让它的腥味挥发掉一部分 煎黄以后倒出控油 接着下入五花肉粒,小火煸炒出油 有炼好的猪油也可以 出油颜色微黄,下入姜蒜粒炒香 炒出味道以后,下入香菇粒和小葱段 香菇有提鲜的作用 后期调味不需要放鸡精味精 炒干水分,下入豆瓣酱和蚝油 豆瓣酱基本没有辣味 主要是提色增香,小火炒出红油 从锅边加入生抽和陈醋激发出香味 昨晚没有喝完的啤酒倒上一瓶 这样鱼做出来更加鲜嫩,没有腥味 再往里面加水,能没过鱼就可以 开锅以后调味,加入盐,白糖,胡椒粉 加入少量老抽调色 鱼放进去,小火炖8分钟 中途不用翻面,只需要把汤浇到上面即可 不用担心鱼会不熟 我的教程大家可以放心模仿,保证不会翻车 到时间后把鱼捞出放盘里 老抽可以根据颜色决定放不放 再加入水淀粉勾一下芡 汤汁略微浓稠就行 也就是常见的流水芡 放一点料油色则更明亮 把芡汁均匀的浇在上面即可 撒上小葱花,一道家常美味的红烧鱼就制作完成 喜欢的朋友可以收藏起来试一下,味道真的很不错 关注我竹叶还有更多美食视频,我们明天见 可以